彰化地检署侦办顶星黑心油一案 今天侦查终结 起诉顶星赤油公司 还有卫权公司的前董事长魏英聪等亲民被告 彰化地检署认定 魏英聪对进口猎油 还有所有的贩卖过程完全知情 所以对魏英聪具体求刑30年 而在起诉之后 今天下午也立刻召开了续押亭 检方认定有逃亡之余 所以应该要继续的羁押 大幸福董事长杨振毅被带出法警室 他和魏英聪等人 上午遭彰化地检署起诉后 下午三点半召开续押亭 要来决定到底是起诉后交保 还是继续积押 丁星前董事长魏英聪 因为黑心油一案 这个月13号遭积押禁件 历经13天的积押 30号这一天 彰化地检署正式起诉 检方认为魏英聪涉及了 刑法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 制造贩卖妨碍卫生饮食物品罪 加重诈欺取材罪 以及食卫法制造贩卖 餐位之食品罪 总共犯下60次的诈欺 79次的加重诈欺 具体求行30年 涉嫌自民国101年1月起 以鲜料用油制造成仓位 且妨碍卫生枝食用油 进而贩卖给下游厂商 取得新台币4亿4千多万元的犯罪所得 本署因此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并且对被告魏英聪具体求行 有期徒刑30年 试押亭上 法官分别讯问了7名被告 要来确定是否继续积押 检方火速起诉魏英聪之后 仍主张魏英聪有逃亡之余 应该继续积押 但外交委任律师希望 以限制住居 还有3亿元天价交保金 来争取交保的机会 记者邱志北彭万群 暂话报道